历经一整夜狂风暴雨 一大早可以看到高雄八五大楼这边 街道上店家招牌帆布掉的掉倒的倒 路旁一整排机车也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 还有台便电箱直接被吹到断裂 看起来相当危险 另一边也有公车站牌被吹倒 整条道路凌乱不堪 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海魁台风魏力惊人 强风更直接把广西路上的路数吹倒 树木被连根拔起横躺占据马路 甚至还直接倒进民宅骑楼里 更有车子前挡风玻璃被砖块砸中 触目惊心就怕民众经过发生危险 现场赶紧拉起封锁线摆放三角锥 台风狂袭南台湾灾情惨重 接下来白天修复工作还有段路要走